超大郭台銘看板就掛在 連署站外頭裡面擺放面紙小物 以及跟副手賴佩霞的合照 不過現在卻傳出 違法未造連署案跟郭台銘有關 中華警方查獲網絡線上博弈集團 沒想到查扣祝賢手機 在裡面發現多張身份證的照片 祝賢聲稱這些是為了幫 郭台銘連署的資料 招化檢放後續深入追查發現 中部地區有人表示 可以幫忙取得連署書 每份價格為兩百元到三百元 不等懷疑這些個資 是從詐騙集團手中非法取得 目前查獲超過五百人受害 檢警調查林姓男子與成姓男子涉案其中 但跟詐騙集團的對接人是否另有其人 他們取得各資身份證影本後 由中間人發包下游業者分工 以每份五十元公本費填寫資料 粘貼未走簽名 目前查扣百份連署書成品 私人涉案求姓男子生涯 獲准林姓男子裁定收押 該由個人持大量身份證證反 影本填寫 手法引起爭議 資料來源與取得正當性 都還在檢方籌死撥劍 再次有許淑慧 王子宇憲珍 彰化 財寶島